那么我们就进入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毫无疑问 有的人说叫做一场新式的农民战争 50年代现在还有人说 说中国革命是农民比工人重力的进步 说是哪个是说无产阶级应该解放农民 可是中国是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 等等等等 这里我觉得有一点是对的 其实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 把它称之一场农民革命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这里我要讲 这个话如果仅仅讲到这里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 因此任何一场事件 可以说如果要 如果规模足够大 那几乎都是人籍 你甚至可以说安死之外 也是一场农民起义 因为安死判军也是有农民起义 这一面我觉得这等于是一句句话 但是如果你要说这场革命是有土地问题造成的 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有土地的地主之间的矛盾的一层爆发 那么这里的确就有很多研究的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 中国的革命其实它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那么在1927年到1937年 它曾经有个第一个回合 我们通常叫十年内战 或者说叫做土地革命 这个土地革命 显然是没有一个成功 所以我们要想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我党的力量 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这是水的军队 那么如果是白区 就说是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评论呢 我们说那是应该做了几个坏的 什么我们应该夺回 如果是毛费新领导 就不会这样 这个说法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不值得再评论 因为我觉得当时的那种情况 大家要不研究一下 就会知道 尤其是扯到亡民就更是不习了 因为亡民 在整个号称是亡民六线的时期 它就根本就不在中国 它当时是中国共产国际代表传的长长 那么它就没有在中国当初 是吧 我们其实老是讲的 亡民六线指的也不是亡民六线的路线 而是指的共产国际的路线 只不过当时苏联老大哥 我们不好丢队 就找了一个 那个 我们太智共产国际的一个代表 是吧 这个 但是 这个实验内战 我们也是以土地为理由发动 就是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 就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到了抗战以后 我们党的势力就可以 真正的走上了一槽 发展 让大家知道 其实 这个共产党的势力发展起来 真正发展起来 是在抗战以后 而抗战 恰恰是中共 全部放弃主力革命 这个可怕的态度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当然就是很值得研究的 尽管在土地革命时期 我们当时就说 这个革命是为土地归农民 所造的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并没有获得成功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时的很多人 比较抗战前和抗战后的农民和政府的关系 很多人都指出了一点 那就是抗战前 南京政府和农民的关系 要比抗战以后 所以我要讲 所谓抗战以后 是抗战开始以后 还不是执行内战 还不是直接放战队 这个1937年以前 中国农民总局来讲 对南京政府还不是很难干 对南京政府 中国农民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 不像抗战也 抗战开始以后 劳政那么大 这是很重要的一对原因 到了抗战以后 情况就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我到后面就要讲到 这个中国革命是以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 表现出来的 那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 在多大的程度上 与土地问题有关呢 那我们知道 在国共的关系史上 曾经有过很密切的 很密切的 很密切的 那么刚才也是有过死对头的 刚刚我们的说法 只有过两度的国共合作 而且最近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在那里说 要争取第三度的国共合作 来解决这个小队的两岸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国共关系 它曾经好过 也曾经恶化过 那么这些好和恶化 到底和土地有什么关系呢 国共关系恶化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 最激进 和国民党便保守了 国共关系好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 更激进 和共产党相对来讲 不那么激进呢 其实啊 整个这个国共关系的极其糊糊 我们现在讲到的一点就是 它基本上和土地问题 看不到佛法的关系 首先啊 在北伐以前 这个国共的关系啊 老实说 基本上就是 佛苏关系的一个衍生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 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 国民党和苏联 关系主要 和共产党的关系就好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说的共产党 基本上被认为就是 共产国际的一个支援 是吧 因此这个 国民党和共产党 好关系 其实并不是看上共产党 而是看上 共产党背后的苏联 那么因此 他们和共产党的关系好不好 基本上是由他们和 苏联的关系搞完 他好不好 所以一定 就国民党本身而言 如果仅仅就 国民党的一些 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而言 尤其是最近 在这个蒋介石 日记 什么这些材料 他们出来以后 那包括我们大陆的 研究者和台湾的研究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产党的感觉 就是如果仅仅就意识形态而言的话 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 主要是现在所谓阶级动争 这样的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 孙中山先生 他虽然讲平均地权 但是他对阶级动争 这个概念是非常排斥的 他从来没有有过这种观念 但是蒋介石曾经有过 他曾经讲过 说日本家地主 主要类似如何如何 有过这种观念 也就是说 蒋介石的积极动争这个问题 似乎比宗中山还要少为阻力 但是蒋介石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在革命党的党政中 历来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 我们知道在秦亥以后 早在当年那个光徒会和同盟会的 那个调量中 他就是一个党政的好手 我们大家知道 包括暗杀光徒会的 总领陶群章 这些都是他干的 他是一个比较 喜欢搞那种 那种那种党政的人 那么在1925年开始 国公关系就出现危机 出现所谓的东山建事件 整理党务案等等 那时候人就已经看出 国共两党要闹掰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时期 共产党基本上 还没有搞什么运动 共产党 因为运动或者 土地问题和国民党 发生矛盾 这个前级根本就不停下 因此我们可以讲 这个时候 国共两党开始关系恶化 土地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 因为共产党领导致国共两党的关系恶化 唯一的一个案例 就是北华开始以后的两族农民运动 北华军打到湖南湖北以后 但是湖南湖北 由共产党领导 出现了大更多的 而且是非常暴力的农民运动 我们都说过 老主席写的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然后这件事情 的确对 共产党和共产党中的一派 我这里指的是武汉政党 和共产党和武汉政府的关系恶化 的确和两个农运有相当大的关系 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 这个我要讲 两国民运动 虽然搞得很暴力 以至于武汉政党 为此对共产党产生很大的调分 但是 远湖农运当时还圆圆残破上去的 大家知道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头 上面有一张叫做 十四件大事 讲这个湖南农民运动干的什么呢 干了十四件大事 这十四件大事党 其中包含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 成全是极划算比例 比如说禁止换电话 也算一件 但是 这十四件大事党 没有任何一件和土地改革有关 当时 这个农民运动 基本上是一种 政治上被乡村基因变成的一种打击 或者说是一种侮辱 把这些人抓起来 带到茂园街 甚至杀土 甚至等等等等 但是基本上当时没有人提出过主地问题 更没有所谓的大所谓跟前进的民主所谓 包括十大户 包括什么热州有的 带到茂园街 那么这个现象 当然对武汉政府来讲 产生了两个非常反感的后果 第一就是可对了一大批北伐军官 因为尤其是两湖级的北伐军官 他们的家庭基本上都受到了强制冲击 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北伐到底有点惩罚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就是 当初不讲中民众造成的一个后果 就是武汉政府基本上没有办法 站在这个地方 因为农会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就是拒绝输出粮词 就是不交流 当时武汉政府就在北伐的粮想也没有着落 因此他们就觉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因此也导致这个国共之间的关系非常有 但是我这里要讲 蒋介平在这之前就早已经跟共产党传选了 蒋介平是412 南京政府武汉政府是715 这几年有三个月的反差 蒋介平和共产党传选 那基本上和这个两国农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但是汪丁内和共产党传选 显然是和这个两国的这个农民众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和农民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也不是和土地战可有直接的关系 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搞平均地权而得罪了武汉政府 武汉政府也不是拒绝平均地权才对这个 这个当时这两国的这个形势感到不完的 这种由于农民运动造成的这种矛盾 简单说 这就是由于他们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多大的区别 这恐怕也是很难讲的 那我们知道 共产党反共调 他就搞了一场清党 这个清党是清什么呢 大家当然都知道清党就是清共产党 但是 假如大家看过共产党的清党文件 那就会知道 共产党的清党 还正式的提发 很有意思 第一他当然说 这个清党就是要清议党 就是共产党 但是第二 他说我们这个清党 还要清 混入我党的土豪烈身分子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首先我要讲 国民党所谓的清党虽然有这样的说法 但实际上国民党并没有怎么做 国民党的清党当然实际上还是清共产党 所谓的清土豪烈身只是说说而已 大家不能太当真 所以那个人大的王岐生教授 在最近他写的一本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就是党权党员和什么 那本书中他就提到这个清党 其实对国民党的那个群众基础是很有影响的 因为他说大量的土豪烈身混进了国民党 使得国民党内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感到很失望 等等等等 不过这里我要讲 王岐生教授引的这些材料 就是关于土豪烈身大量混入我党导致严重的问题 这些材料本身都是国民党高层的说法 比如说这句话 王岐生讲的这句话就是福汉里讲的 当时不光国安前很多国民党的要人都曾经讲过这句话 那么你从这个话中当然可以看到 显然在文庚和土地问题上 国民党当然要比共产党保守 我这一点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我也要讲 就从这些语言来讲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虽然保守也是仅次于共产党原因 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激进的评判 因为你不可能设想 在当时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 其他党派有土豪烈身这种评判 当时的第三党 比如说明盟 比如说当时还没有明盟了 但是明盟的那些 后来参加明盟的那些人 我们大家知道 这些人如果就一时勤态而言 基本上就是两种人 那一种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可能是接受英美的途向比较多 就像胡适这些人 包括像罗伦基这些人 明盟后来的那些 比较西化的那些人 那么那些人肯定不会有图炉成这种概念 他们老实说被图改的理论 肯定比国民党更高 因为这里我要讲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讲都是 主张尊重产权的 包括到现在也是人 那一般来讲都会赞成 由国家把那些 私有财产打对猫的没守 第三方的第二支 思想来源就是传统文化 准备他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心如架 就是以杨颂领生 正当为代表的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人 他跟理想的传统社会 就是相生自主的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玩着共产党的语言讲 这些人强强是主张 土豪略生自主 那么这些人 他们当然更不会有所谓的 那个图改的说法 其实老实说第三党 中大量的人也是有帝国 但是第三党不会有人写一个报告说 我们要鼓励现在有大量的土豪略生 这这样的说法大概也只有国民党会有 共产党是没有的 因为共产党那当然是和 土豪略生是不良心 这一点当然是一个 但是也只有国民党会讲 这个土豪略生 愤怒国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其他国党是不会有这种合法 并不是土豪略生就没有混入 这些第三党 而这第三党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种问题 那么好了 在成年令战起来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地方的司令之间 也还有一些合作 其中包括和广东的成绩堂 和福建的政府 比如说在内藏货奇和张学良两组成 这些人的合作 我们可以说这些合作也基本上和土地关系不快 其实最有距离就是张学良 我们知道在西安四天前 张学良是非常激进的 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 而且共产党也已经专门 那次将共产国际打播报告了 那共产 总共是非常希望这个事情能办成的 但是当然 这共产国际是绝对很危险的 因为当时苏联人对演战时代 那感觉要比 对张学良的感觉要好的人 因为张学良可能大家知道 在1929年前后 曾经苏联是有死仇的 不但张学良 张学良的爹也是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的爹 1927年曾经闯进苏联大神了 我们只知道他抓了李大道 而且杀害了李大道 但是我们现在不太讲的是 他枪杀米洛书 枪杀了一些苏联大使馆的一些外交人员 反正是这个共产党一来 是跟共产国际比较交易的 再加上当时这个苏联是一直担心 日本在远东这条构成挑战 因为他们在欧洲情势已经很紧张了 他为了稳住他的亚洲 他是希望中国能够签字的 而中国签字的 他主要是寄希望于国民党 他寄希望于南京政府 他既不会寄希望于红军 也不会寄希望于张学良的 你主要当然是不愿意 尤其他认为张学良是很快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党当时没有把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这个话 这个意思让张学良知道 那张学良一直以为苏联是坚决支持他 那我们知道 他就是他想不变了 其实他最初发动的时候 并不是想搞什么 比较抗日 最初发动的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的文件都比较有 就是三位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 所谓背靠苏联合避西北 那就是跟国民党打一场干击标 但是后来大家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离一个时候 后来我们也很难理解 就是像这边发生以后不久 张学良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座的大转难 马上把蒋介石放了 不但放了 他们自己亲自 顾送蒋介石回到南京 甘愿受伸 而且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居然瞒着中文来 居然瞒着有个其他两个 然后呢 事先都不知道 然后不知道 要赶着提防的影响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张学良不打光吗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看看西安事变的第二篇 苏联的真理报 报告了一篇文章 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帝的阴谋 他想分类中国 因此 三分亲自派张学良 搞了一场那种 那种 扣押了中国的合法 就要搞一场什么什么什么 也就是说在那个西安事变 是不是一种 激烈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奉执的力量 大家可以想想 张学良看到这个报告 看到这张报告 会是什么 他后来的那个结果 大家也都 也都可以知道 那为什么后来 会有这样的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做法 不过对我不想承那么远 不过对 不是想讲的 张台阳齐进到 要打不共产党的地步 但是他在土地问题上 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甚至也没有提出 说这共产党要 什么放弃土地革命啊 或者建筑建筑 或者他要接受 土地革命 这些都没有提到 共产党在 所以打成 国共联合 抗日的这个 这个问题上 它是在 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 让大家知道 比如说这个 共产改编 为 国民革命军 这个 数据改为 国民政府的 散战民社区 什么等等等等 或者你跟他讲 是接受 国民党的领导 等等等等 其中还有一条 就是放弃土地革命 改为 渐渐渐渐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是 后来 国共两党就是进行的标策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 这些 所有的这些要求 国民党和共产党 后来都进入了大量的 谈判 一条一条落实 谈判 这个边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国民革命军 一八路军 到底和这个 这个大本营之间 是一种什么关系 是吧 怎么发良响 怎么 怎么 这个 接受这个 大本营的命令 是吧 等等等等 进行大量的 磋商和谈判 但是 唯一有一条 国民党方面 没有任何回应 既没有说共产党 这样说 就够了 也没有说 你做得很不够 这就是共产党讲的 我们放弃 土地革命 改成建筑建筑 国民党方面 对这一条 可以说 我们看到材料中 没有任何回应 国民党好像 就没有提到 既没有说 这样做就够了 也没有说 这样做很不够 他也没有就这件事情 跟共产党进行任何的协商 那么 接下来国共产党 另一个关键时刻 那就是在1943年到1947年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国共在康战期间 那个关系也是少了 少了 但是 即使这反弹事件 什么那么多人的情况下 当时国共产党实际上 都还是不愿意分手的 因为1911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真正是国共产党 考虑到要分手 那是到了1943年 大家知道 1943年出现两个情况 一个是 当时这个 高极大战已经开 已经看得出 这个结果 就是 这个结果 已经是 已经是大致命了 第二 当时还有一个现场 就是共产党 一战 一战 国民党当时对共产党 也强硬出来 因为 那个共产国际 这个战略 就意味着 这个中国的共产党 也应该是 因为他们都认为 中国共产党 应该是 共产国际的局部 那么 因此 从1943年开始 国共产党都会 战后的分手 在做准备 于是 这两党 从1943年开始 就进入了 十指的 那个 讨票 还假结算 就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进行了 复杂的博弈 这两党其实也并不是 就一定要落逢 讨票还要是可以的 大声妥协 两方面 国共两党也 其实也都有 妥协的 那个预案 但是 妥协 那就要讲条件 什么条件呢 从1943年到1947年 国共两党进行了 复杂的 谈判 从重庆 谈到南京 然后很多 那个 分支谈判 还在谈过特别 还在谈 咱们确实做多的问题 当然谈的最多也是 关于军队和政权 大家如果读过那段 毛泽西 关于重庆谈判 就会知道 他在重庆期间 谈过谈的都是军队和政权的问题 谈于土地 一个政府的问题 是吧 谈的基本上是 那个 什么 共产党应该有 考虑做 军队 共产党应该在 政府里头 占有多少个交易 谈的基本上 都是这些问题 那么除了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 他们还谈了 很多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谈了很多关于 我们听起来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 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当时共产党 都同意这两个目标 但是在先后程序上 这两个政权不亦乐乎 国民党说应该 先搞军队国家化 后搞政治民主化 那简简单一点 就是你先搞军队跳起来 然后我再退出一档战争 那么共产党就不看 共产党说 应该先搞政治民主化 后搞军队国家化 于是他们又生的很厉害 我们刚到他们政治争报 一些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国共两党曾经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谈 怎么是有黄河的问题 很觉性的就是 应该先祖花园口 还是先修黄河复道的河地 这是先祖地 还是先祖口 这个问题又谈了很多 而且经历了什么合格协议 开封协议 上海协议 魏智涵曾经闹出过一些那种 有状充足 什么什么 谈了那么多的问题 国共两党在这四年中 我们来回来 只知道国共两党 现在都开放了很多档案 国民党可能 外面的档案可以说 你全部都开放了 除了军事档案以外 那谈谈档案应该多次 都开放了 我们大陆 现在应该说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文件 而且我们还正式出版了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在 要跟司机府 我们出过一个很后位 那个周恩来谈判民选 就说了很多 周恩来当时谈判的那些材料 谈了那么多的问题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四年内 国民党和共产党 关于土地问题 一个自动问题 他们根本就没有谈过 这个未来是中国 到底应该 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基础 那么国共两党的矛盾 到底是什么呢 国共两党 如果是一个要把土地革命 一个要代表地主的话 为什么他们之间的 吵架反响 关于土地问题 连一个自动不停 我觉得这个 非常有意思的 好看